创业者一定要养成一个态度 你要爱上失望或者是绝望 就是你在进步的那个机会点 有很多的新鲜毕业生问我 毕业的时候该去创业还是就业 我的答案很弹性 如果你身上有别人的需要 你就可以去创业 但是以我自己为例 我就不可能去创 因为我身上没有别人的需要 但是后来我创的104 是因为我经过了十多年 在职诊上取到了经验 第二个我从我经验当中培养了我的信心 而且看到某一个问题 会当成我一辈子的自业的时候 我才去创业 所以我认为 毕业生通常最好的创业的那个轨迹 是你要培养足够的能力 跟信心 第二你要培养怎么去把问题找出解决方式的时候 第三你如果找到那个问题是有很多人 正在受其苦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创业了 所以通常毕业是不适合先创业的